随着新冠疫苗接种资格人群的逐步放宽,洛杉矶郡的疫情也出路曙光。 今天我们就来为您盘点哪些人符合接种疫苗的资格,以及有哪些渠道可以预约。 目前,洛杉矶郡符合接种疫苗资格的人是有, 医务人员和长期护理机构居住者,年满65岁的人, K212年级的教师,日托和学龄前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工作人员, 卫生保健工作者,EMS,食品和农业工作者,紧急服务,公共交通,机场,商业航空公司的工作者。 自3月15日起,洛杉矶郡允许16岁至64岁患有某些健康疾病的人群和残降人士获得疫苗接种的资格, 包括癌症,目前处于虚弱或免疫受损状态,慢性肾脏病4级或以上,慢性肺疾病需要吸氧,糖氏综合症, 器官移植导致免疫力功能低下状态,免疫系统减弱,怀孕,连状细胞性贫血症, 心脏疾病例如心理衰竭,冠状动脉疾病或心肌病,但不包括高血压, 严重肥胖,血红蛋白A1C水平大于7.5%的二型糖尿病。 此外,患有发育性或其他高风险残疾的人也可以接种疫苗, 包括,可能会因感染新冠而危及生命,甚至导致死亡, 感染新冠将会限制该人获得对其健康和生存至关重要的持续护理或服务的能力, 由于个人的残障,无法获得充足及时的新冠护理人群, 有资格获得疫苗接种的民众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预约。 登陆myturn.ca.gov,预约的同时也可以查找包括Promona Fairplex等超级接种中心和郡其他接种中心的相关信息。 查询洛杉矶市消防局的接种点,可登陆carbonhealth.com。 CVS CVS的连锁药店又扩大了其在加州世代疫苗的分店数量, 又有119家分店加入,其中有部分分店位于华人附近的城市, 如Alhambra, Pasadena, West Covina和Monterbello。 目前,在加州可施打疫苗的CVS连锁药店总数达286家, 民众可登陆CVS官网进行预约。 Red Aid Pharmacy 大家也可以登陆其官方网站进行信息查询和预约。 Wall Grants 同样,人们可以登陆其官方网站进行资格查询和疫苗接种的预约。 对于有些民众因为没有上网设备无法完成预约的现状, 大家可以拨打833-540-0473进行电话预约, 每周7天早8点至晚8点半,提供多种语言服务。 如果大家觉得等待的时间过长,也可以选择回拨电话的服务。 美国目前的三种疫苗除了强生疫苗外, 辉瑞和莫德纳都需要接种两针, 分别需要间隔三周和四周的时间。 据CDC介绍,注射疫苗的常见副作用包括手臂疼痛、发红和肿胀, 其他副作用包括疲劳、头痛、肌肉疼痛、发冷、发烧和恶心。 而在接种过莫德纳疫苗的人群中, 线体增大是常见的副作用, 可能出现注射疫苗的地方腋下淋巴结结肿大的情况。 CDC指出,这种肿胀是您的身体正在建立抵御新冠病毒的正常信号, 但是,这种肿胀可能会导致乳房X光照片的错误读数。 CDC现在建议在接种疫苗后, 等待四至六周,以对乳房组织进行X光射线成像。 此外,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3月22日表示, 超过3.2万人参与的美国临床试验显示, 该公司的新冠疫苗是安全的, 预防有症状新冠肺炎的有效性为79%。 尽管CDC指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可以从事有条件的活动, 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继续要保持社交距离, 戴好口罩,防护措施不可松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